就怼 两姐妹就是互怼模式 你干嘛呢 咋的干嘛去 随时马上 哈喽爱奇艺爱聊专访的朋友们 大家好我是张嘉妮 大家过年好啊 简单介绍下成书这个角色 如果要用一句东北话来形容它会是什么呢 它就是一个风风火火 然后非常仗义 这样的一个东北直率的姑娘 就用一句话说 这姑娘老给力了 成书最吸引你的一个优点是什么 它最吸引我的优点就是它这个火爆脾气 就是直来直去 但是它更加吸引我的是其实 它对于自己梦想的坚持 我觉得它就是对人非常的真诚 然后也不藏着掖着那种 希望它能改变的一点是什么 哎呀 改改它都爆脾气 优点也是这个 就是缺点我也觉得它可以改一改自己的这个 这个 霸躁 你觉得成书和成蔓成鸟之间的相处模式分别是怎样的 成蔓因为跟成书他们是姐妹 所以他们日常就是那种就怼 两姐妹就是互怼模式 然后她跟那个谁 她因为是侄女 所以她跟她就是那种有一点就是好朋友的相处方式 然后更更亲近一点 对对对 廖然和成书算是网友和主播分线 你平时会在网上看直播吗 一般是什么类型的 嗯 看刷的 我也是因为这个戏 然后就去关注了一下 然后像最近很火的这个 呃 王猛解说的这个太逗了 他就说那个 我的眼睛就是池 就是 京剧评出 这个印象非常深刻 特别逗 然后而且我觉得他那东北话说的特别好 就很暖洋洋啊 作为一个南方人 出演东北人之后 有没有被东北话感染 学到最实用的一句东北话是什么 太有感染力了 东北话 那简直了 就是说起来也特别带劲 特别给力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南方人嘛 然后 但是我们剧组有很多的 同事啊什么的 都是东北人 然后经常就会跟他们学呀 然后就讨教一下什么的 但是因为本身东北话 他就非常的 就是 有感染力 然后你说着说着说着就有难味了 你干啥呢 咋的 干啥去啊 假如给这部剧改一个剧名 你觉得还可以叫什么 老陈家的幸福生活 最后用陈叔的语气来安利一下 加热暖洋洋2吧 那个啥 加热暖洋2吧 就是 贼好看 贼热闹 然后就希望大家能够那个啥 然后多多支持 然后看我们那个 假日暖洋洋2 你本人的性格更像成蔓成书还是成秒 都不像 有什么事情是成书会做 中佳你绝不会做的 不做原因 最喜欢的一道东北菜是什么 锅包肉 喜欢 有机会的话 假日最想去呢 做城市旅游 我想回家 回成都 因为今年过年没回去 最近想安利给粉丝的东西是什么 假日暖洋洋2 公门旅行 最大的一件东西是什么 本 不对 本 人 本人 下一次Vlog更新是什么时候 随时 接下来最想尝试的剧本题材是什么 悬疑 新的一年了 然后呢 在这里呢 加尼希望我的家人朋友们 粉丝们 然后希望你们 杀杀杀杀杀杀都好